男人刚从海里醒来就发现了些不对劲 自己的手掌上莫名多了一个大洞 那显然是被枪射穿的后果 可诡异的是伤口却不疼也不痒 甚至刺眼的光从洞孔里穿过也毫无感觉 至此男人只是有些慌乱 还没意识到更加诡异的事情即将发生 就在他回家对着镜子检查自己时 发现胸前的衣服也有个圆形的缺口 意识到什么的他忙撕开衣服查看 果然胸口也有一个黑漆漆的弹洞 跟手上的那个一模一样 明和一瞬间头皮都麻了 再看看自己苍白的脸 那么自己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他不敢做任何单的马不停蹄赶到了医院 慌乱的请护士赶紧给自己找个医生 按照流程他必须先做登记 可心乱如麻的明和根本没带任何证件 就在两人争执之际 身后的一个医生叫出了明和的名字 原来他曾经是明和父亲的主治医生 眼见明和慌乱的样子 医生西蒙没有多问 只是跟护士打了个招呼说由他来接管 随后两人来到一个房间 明和盲展示了自己手上和胸口的伤口 这一场景让西蒙也懵了 这么严重的伤口根本没有活着的可能 紧接着令人心惊的一幕就再次出现 心电监护仪里竟真的是一条直线 这意味着此刻的明和根本没有心跳 明和瞬间头顶都炸了 自己分明还好好的活着 他立刻就质疑是机器出了问题 可西蒙却说自己无法给出解释 紧接着就要对明和伤口周围的组织取样 无论明和是死了还是活着 这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可这却直接激怒了明和 他愤愤骂了几句便赶紧离开了医院 可就在回到家中后 昔日最年他的爱犬突然对着自己狂吹 仿佛自己是什么不素质客一般 而就在这一瞬间 明和突然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涌动 可那种感觉稍纵即逝 在对着镜子审视了一番身体之后 明和静止拿起镊子伸进弹孔中 果然从里边取出一枚弹头 之后他替自己包扎好伤口 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一切 他本是一名警察 昨晚与一个做走私的小混混约在河边见面 小混混给了他些好处 并询问他最近会不会有什么突击检查 明和收下钱后让他安心 可两人刚分别不久 明和就发现不远处有个人影 黑暗中似乎是一个人正掐着另一个人 他忙小心翼翼地靠近并大喊了一声 听到动静的男人转身就跑 当明和追过去后 发现躺在地上的男人已没了声气 故不得许多 明和赶紧去追 直至追到大桥的尽头 那男人只能藏在一根柱子之后 而明和边靠近柱子边与他周旋 却不想下一秒 之后明和被丢进了海里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将明和从回忆里唤醒 打来电话的是那个医生 他语气急切地请求明和能配合自己的研究 并保证他一定会保密 可明和想都没想就挂了电话 紧接着他立即给同事打去电话 报告了昨晚自己目击的那场凶案 可当所有人都抵达现场后 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尸体 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同事们甚至都开始怀疑 身为酒鬼的明和是在说胡话 既然他昨晚发现了被害者和戴面具的男人 为何不当下就呼叫救援 明和努力地解释自己所看到的 毫未察觉随着悄然升起的愤怒 他正在逐渐失去自我意识 面目也开始逐渐猙獰 好在这只是一瞬间的变化 下一秒便在同事的呼唤声中回过了神 明和忙故作镇定 独自走到了桥的另一边 放进了栏杆上的缝隙之中 之后叫来众人说自己有所发现 既然没人肯相信自己 他只能用这种办法来伪造证据 之后明和有些信心地回了家 从一早到现在的一系列诡异 让他有些身心俱疲 紧接着肚子就响起一阵阵咕噜噜的声音 明和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饿到不行 可当妻子准备好满桌的饭菜后 更加诡异的一幕便再次出现 只见明和一句话都不说 迫不及待地将食物塞进口中大口咀嚼 每个动作都透露着几分如野兽般的粗粗 直至最后他干脆抱起了锅 可在咽下最后一口水后 满肚的食物又全然被吐了出来 随着儿子的一声谩骂 明和这才又回过了身 刚才的自己完全像是被夺了纸 这把家人也都吓得不轻 而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 明和决定今晚就睡在客厅 乖巧的小女儿以为父亲生了病 却不想明和再抱住女儿的一瞬间 突然一股邪力在体内翻涌 明和再次变得面目猙獰 抱着女儿的胳膊也越累越紧 好在在女儿惊恐的喊叫声中 明和才恢复了神志 在叮嘱女儿千万别告诉母亲 并赶紧去睡觉后 她赶紧找到了医生西蒙 说就在拥抱女儿的那一瞬间 她似乎感觉体内有什么野兽 要占据自己的身体 她想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却不想西蒙并没有丝毫惊讶 只是在两久后才开口 现在明和的状况 已经不适合再去医院 那时势必所有知道此事的人 都想对她做一番研究 她会彻底沦为一只小白鼠 所以明和一定不能再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西蒙说她有她的办法 随即便把明和带到了地下室 这里竟有一个隐蔽的实验室 西蒙将在这里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可出于严谨 她必须对明和进行24小时观察 这样做虽然限制了明和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她的安全 而明和思索了一秒钟便断然拒绝 因为当一个人的小白鼠 跟一群人的小白鼠并没什么区别 西蒙还想挽留 明和突然接到了电话 一个与她相熟的女孩 正在电话里大声求救 之后便挂了电话 明和只能匆匆往女人的寄管杆 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女孩躺在地上 明和一眼就看出她是吃多了药 可她刚给女孩倒了一杯水 身后就窜出来一个男人 正是昨晚与她碰面的小混混 原来就在刚才 警方突击检查了港口 抓走了他们刚偷运过来的难民 小混混也差点被抓 可明和分明昨晚告诉过她不会有检查 他们才决定在今晚上案 此刻的小混混无比愤怒 想必之后老大也不会放过自己 说着就掏出一把小刀扎进了明和的腰间 也就在这一瞬间 血腥味顺着空气蔓延开来 明和体内的野兽彻底觉醒 一瞬间她就变化了模样 抱住混混的胳膊就是一顿乱啃 直至将一大块肉撕裂 她冲到墙角大口咀嚼起来 至此她再没了半分人的模样 混混忙把腿就跑 等到片刻过后 明和才又恢复了正常的模样 她没敢再多坐停留 脚步踉跄地离开了这间机馆 隔天一早 她就又再次来到昨天醒来的海边 或许能在这里找到些线索 可手掌突然聚痒无比 她忙拆开绷带查看 却惊讶地发现 手掌的弹洞不知道何时已经愈合 除了那一点点伤疤再看不出什么异常 明和见状不禁笑出了声 那如噩梦一般的一系列事情 说不定会就此终结 可就在她不知道的夜晚 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再次现身 她悄悄附在沉睡的老头耳边 然后起身在吊灯里装上一个神秘的装置 之后便离开回到了车里 可当她摘下面具的那一刻 我连呼吸都停了 竟是一声西蒙 她究竟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而她又在酝酿着一个什么样的阴谋 她发现了些不对劲 胸前的伤口里竟然爬出一只蛆虫 这明显是身体开始腐烂的信号 这一发现直接下呆了明和 她只能找到唯一知情的医生西蒙紧急检查 昨天伤口分明已经开始愈合 而眼前的状况又是怎么回事 可就在西蒙为弹动周围的伤口组织取样时 明和的肚子又是一阵咕噜的声音 被饥饿驱使之下 她竟对西蒙滋起了牙 好在只是稍纵即逝 明和就又恢复了正常 西蒙还未察觉到自己差点沦为实物 只是说她需要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再做观察 紧接着西蒙就交给明和一瓶方向剂 原来腐烂已经让明和身体散发出了恶丑 明和这才想起 今天一早妻子就露出过嫌弃的表情 紧接着明和才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嗅觉 西蒙建议她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寒冷的环境里 或许能延缓腐烂 观察结果显示 明和的大脑虽然仍在运转 可有些东西正在蚕食她细胞里的能量 一旦细胞死亡 大脑就会主动将会将她所认为的不必要的功能一一淘汰 包括四肢的功能以及感官 而此刻的明和根本没能理解意识两个字的重要 只担心自己会慢慢死亡 随即西蒙就提出 希望明和能留下来接受自己的研究 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对于人类的未来 这都会有很大的意义 可明和并不想履行这伟大的义务 他唯一希望的是尽快让自己恢复正常 而就目前而言 唯一有可能解开答案的人就是那个枪击自己的面具人 此刻他根本不会想到 那个面具人就是西蒙 明和在道别之后便匆匆离去 而明和前脚刚走 西蒙就拿出冷冻的组织做起了研究 接着他对着电脑录起了研究记录 原来西蒙也并不明确地知道所有真相 之后他拉开身后的帘子 那里竟藏着一个巨大的水箱 而里边泡着的那具尸体 正是那晚明和目睹西蒙杀掉的那个男人 之后他开始实验 发现明和的样本组织里有病毒的痕迹 离开后的明和回到了警局 他希望同事能调查蒙面男杀人的案件 而尽快找出那个枪击自己的蒙面男 可显然同事们都不认为那起案件真的发生过 因为他们在现场根本没发现任何东西 甚至怀疑那都是常年酗酒的明和出现的幻觉 是他自己开枪击穿了自己的手掌 而明和偷偷塞进栏杆里的那枚子弹 显然在同事们眼中他已经成了一个烂人 他干脆直接质问同事 为何那晚他们突击抓捕人口走私的行动 他从头至尾都不知情 上司这才也有些愤怒的起身 摆在他面前的是走私案的档案 他们抓捕了一大批人却什么都问不出来 而与这些人有所勾连的明和自然知道些东西 为了让上司能重视起自己 他干脆直接指出了关键人物 可在回去的路上 却让他看到了更加痛心的一幕 他看见妻子跟一个男人的举止十分亲近 原来还是因为明和常年酗酒 妻子早已提出了离婚 只是为了照顾明和生病的父亲 妻子才与他勉强威信 回到家后 明和赶紧偷偷查看起妻子的手机 果然他与一个陌生男人联络频繁 恰巧儿子回来 明和把手机收进了口袋 当晚气氛就有些尴尬 明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面对满桌的食物他都无动于衷 纵然自己已经饿到不行 此刻他只以为是一系列糟心事 让他没了食欲 丝毫没意识到是普通的食物 已无法满足他的需求 他不再对这些东西有所渴望 到了深夜 他又突然诡异地站在妻子身后 肚子里是饿坏了的咕噜声 但好在他及时克制了自己 紧接着手掌突然又有了一样的感受 他忙打开绷带查看 这才发现本已愈合的伤口 竟又开始腐烂 之后他决定独自去车库睡觉 可一撇头却意外看到了旁边的冰箱 他突然想起西蒙所说的 寒冷的环境可以延缓身体的腐烂 便干脆直接睡进了冰箱 自从前天晚上撕咬了小昏昏的胳膊后 他再没吃过任何东西 可就在打算返回车库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随着情绪的波动 明和的脸开始发生变化 然后直接关下了车库门 紧接着意识也全然被饥饿的野兽吞噬 当明和恢复了自己的意识后 才发现自己浑身是血 眼前的惨状直接让他人都骂了 他下意识地大叫救命 甚至为残缺的躯体做起了心肺复苏 直至片刻之后 他终于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挽回 才慌忙清理起了现场 洗掉了满身的血迹 之后他将男人用塑料袋 全部包裹放进了后备箱 可就在他打算离开时 自己的同事马克却突然出现在门外 一瞬间明和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好在马克并未发现异常 只是来找他一起调查走私案 他们需要去跟踪那个被抓起来的 黑老大的妻子 他必定会向丈夫的同伙求救 明和这才放下心来 果然没多久那女人就与一个男人接头 马克忙去偷偷拍照取证 而也就在此刻 明和的后备箱里传来了动静 明和忙打开后备箱查看 那本该死去的男人今又复活 显然他已经成为了跟明和一样的存在 明和想都没想 就赶紧拿起灭火气砸了下去 而刚处理好这些 马克就走了过来 好在他依旧没发现什么异常 可刚走到半路 那这闷闷的敲击声再次传来 明和拼命想着对策 随后干脆一脚踩下刹车 马克就这么下了车 眼看就要掀开后备箱 发现明和的秘密 明和又一脚踩下油门 把马克甩在了身后 随后他把车开在了无人的码头 直至夜深人静之后 明和才又打开了后备箱 他问车里的男人究竟是谁 男人才说自己是受雇于一个戴面具的男人 要他把明和绑架回去 明和没想到自己寻找的男人也正在寻找自己 下一秒 西蒙就收到了来自绑匪的消息 声称任务已经完成 要求今晚按照原计划到一艘船里见面 而明和就在船里迫切地等待蒙面男的出现 可西蒙根本没有动身 因为他早就在船里安装了监控 也明白了是明和要引诱自己出现 却没想到没多久明和就发现了监控 而他也瞬间意识到 自己竟一直都在蒙面男的掌控中 可根本不知道西蒙就是蒙面男的明和 接下来还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他竟直接把自己与男人送在了西蒙的家门口 男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个活死人 他分明活着却没有心跳 为了延缓身体的腐烂 又不得不每晚睡在冰箱之中 普通的食物根本无法满足身体的需求 唯有来自人肉的营养才能让他维持身体的活力 他本不想残害人类 却在昨天一大早被一个男人偷袭 而明和在愤怒的瞬间突然一化 无法自控地啃食了男人一半的躯体 当隔天在从冰箱里一觉醒来后 明和惊讶地发现 自己胸口的弹孔已完全愈合 甚至比真正活着的时候状态都好上百分 他赶紧找到西蒙 想要搞清楚为何会这样 西蒙说他已经在样本里发现了一种稀有的病毒 而明和的变异或许就与那有关 他询问明和是否曾被什么鸟类或者动物咬过 明和摇头否认 意识到危险的西蒙连连后退 因为明和随时有可能变异对他也下口 原来就在几小时前 被咬的大胡子安德烈突然感到无比饥饿 西蒙给他准备了大量的三明治 可安德烈在一阵狼吞虎咽后却又全都吐了出来 西蒙忙跑回房间换衣服 而他的女儿却偷偷地进了地下实验室 安德烈见状忙哄骗女孩说他们正在玩游戏 让他给自己递来钥匙 小女孩虽然有些害怕却毫无防备之心 可就在他地上钥匙的那一刻 安德烈却突然发狂想要抓住女孩的手 好在西蒙及时赶到 之后他用自己的胳膊去试探 果然发现安德烈对人类的肉体有着强烈的渴望 那么明和自然也是如此 此刻他有些担心明和对自己发起攻击 可明和只是脱下衣服让西蒙看自己的变化 很快西蒙就给出了答案 每当明和撕咬了人类之后 他的伤口就会愈合 或许是正确的食物和病毒的结合 才让他重新焕发活力 这在医学史上简直是今天的发现 紧接着西蒙就采集了新的血液样本 而此时一旁的安德烈已经饿到虚空 拜明和所赐他成了现在的这副鬼样子 此刻他要求明和给自己找点真正的食物 可人性尚存的明和根本无法做到 让安德烈变成这样已经让他良心难安 绝不能再有新的受害者 离开后明和找到了同事马克 因为就在昨天明和发现 妻子早已跟同事马克关系密切 可他并不能多说什么 就是因为自己之前酗酒不管家庭 才导致婚姻即将破裂 而此刻他不得不跟马克一起去调查走私案件 很快他们就跟踪黑老大的妻子 找到了那群走私犯的窝点 而那女人显然是在找什么人 可没多久后那女人却又走了出来 蹲在地上查看一番后又起身离开 等女人离开后 明和忙过去查看 才发现地上有一滩血迹 而此刻他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而又有什么即将发生 很快到了晚上 独自洗车的女人正听着音乐 紧接着就是撕咬的声音 当车辆再次出现 车里已经空无一人 只剩下满车的血迹 很快警方赶到 这个场面让所有人都很费解 因为同样的案件已经发生了两起 明和之前发现的有血迹的地方 正是昨晚发生同样案件的地方 明和看着眼前的场景 总觉得有些熟悉 而丢失的那两具尸体 此刻已被扔进一个木箱之中 满身都是被啃咬过的痕迹 下一秒就被推进了火炉之中 而主导这一切的 正是一个头戴帽子的神秘男人 很快又是一晚过去 明和啃咬安德烈所获得的营养 已消耗到所剩无几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又开始虚弱 伤口也再次开始腐烂发臭 如果再不进食 他必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可他也只能用冰块去敷伤口延缓腐烂 正无助时那阵饥饿感再次袭来 旁边恰巧窜出一只老鼠 明和赶紧悄悄扑了过去 抓住老鼠就是一顿乱啃 可下一秒就全都吐了出来 显然这并不是他身体所需要的 此刻的明和感到有些绝望 难道自己真的要做一个食人恶魔才能活下去 而遭受煎熬的并非明和一人 另一边的安德烈也几乎饿到虚拖 可这却让西蒙格外的兴奋 片刻之后 西蒙就出现在一个老太太的窗外 她是老太的家庭医生 老太根本没有任何防备 却不想下一秒就被西蒙捂住了口鼻 没多久老太就昏死过去 看来这就是她为安德烈寻找的食物 可她刚回到家门口 明和就匆匆赶来 她想知道如果自己坚持不以同类为时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可当两人打算进去细说时 却发现安德烈已经奄奄一息 她只希望死后能回到自己的船上 回到待了一辈子的海里 说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 西蒙看上去有些悲伤 而明和自然知道她为何如此 就在这时她接到了上司的电话 同事马克突然失去了联络 原来就在半小时前 十几个已经被抓捕的难民全都逃了 有人在港口看到了他们 显然是要偷渡离开这里 可当警方赶到后 却发现那些人已全部死亡 而马克在看完现场后就失去了联络 明和立刻就猜到他去了哪里 必定是那群走私犯的窝点 果然此刻的马克已经悄悄潜了进去 可踹开门后却只看见了满墙的血迹 和躺在地上的一个已经死亡的走私惯犯 而正当他打算仔细查看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没多久明和便追了过来 在黑暗中看清躺在地上的马克后 便赶紧呼叫他的名字 试图将他叫醒 就在这时灯被打开 明和才惊讶地发现 那人竟然是之前被自己咬过胳膊的小混混寂寞 原来那天在被明和咬了一口后 惊吓之中的吉诺躲去了酒吧 却在一场冲突中惨丢性命 当他再次活过来后 就发现自己已经变得与众不同 显然他并未像明和那样坚守人性 此刻的他看上去无比精壮 之前的那两起不见尸首的死亡案件 以及那十几个死去的难民 全都是他所为 就在这时一旁死去的男人突然醒来 想起什么的吉诺过去在他脑袋上捕了一枪 紧接着便告诉明和 只有击穿脑袋才能彻底杀死变异了的人类 而这也是他戴着铁头盔的原因 随后吉诺便开门见山 希望明和能跟自己像以前一样合作 明和做他在警局的内应 而他会回报丰厚的酬劳 虽然自己以前是个任人欺辱的小弟 而如今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 已经被他啃食的七七八八 如果两个人配合 那整个港口的走私生意都是他们两个人的 而明和想都没想就拒绝 紧接着变古惑明和啃掉马克 毕竟他夺走了他的妻子 而明和瞬间竟被情绪所控制 体内的饥饿也夺走了他的意识 他揪开马克的衣领 可下一秒却向吉诺扑了过去 恢复神志的明和朝吉诺开了一枪 却被坚硬的头盔挡下了子弹 随后吉诺便匆匆逃离 完全恢复意识后的明和把马克送去了医院 好在清醒后的马克并没什么大碍 面对上司的询问 明和描述了凶手的样子 其他再没多说什么 那些难民的尸体也已经被送去解剖 他们都有被啃食过的痕迹 头部还有明显的枪伤 担心被他们发现变异人的存在 明和盲说这或许都是野狗造成的 可法医却很明确伤口上都是人类的齿痕 此刻明和心里无比紧张 而就在这时马克也发现 在现场时这些死者的脑袋并没有枪伤 凶手为何要在他们已经死亡后 还要费尽周折再捕一枪 他们禁离真相越来越近 上司立刻命令要对外封锁所有真实的信息 并宣布将会对港口进行全面检查 而在关闭港口之前 明和还是先履行了对安德烈的诺言 他驾驶着安德烈的船来到大海中央 又放了快巨尘的铁筷在他的躯体之上 之后把他抛进海底完成了他的遗愿 可接下来他还是不得不与自己对抗 伤口腐烂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连视线都开始模糊 而接下来发生的也让明和更加惶恐 隔天一早他正跟妻子聊着天 而就在靠近妻子的那一瞬间 这一瞬间的变化吓坏了明和 他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自控 便赶紧赶到码头跟正巡查的马克会合 起初明和还尽量让自己平和地对待这个情敌 可不想马克却对明和产生了怀疑 一个警察在描述凶手时 怎么可能会如此潦草 他怀疑明和根本不想让他找到凶手 而这却让明和恼羞沉默 两人越吵越凶 马克一时愤怒把明和按在了墙上 而就在这时明和的肚子又传来咕噜声 马克忙起身寻找 发现明和正趴在隔壁的通道 好在马克刚才并未看到明和发作的样子 明和这才有些后怕的赶紧起身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只希望西蒙能尽快找到办法 而此时西蒙正在犯难 唯一的研究对象安德烈已经死去 可那老胎不能百保 随即他便有了新的计划 他决定让老人成为他新的实验对象 记录完后就封住了老胎的嘴巴 可当他终于分离出病毒后 却发现老胎早已弃绝身亡 这让西蒙瞬间有些沮丧 但努力绝不能白费 于是老胎便被他用于另一个计划 他同样被泡进了那个巨大的水缸 而之前的那具尸体已经不知所踪 接下来西蒙整天都琢磨着寻找新的对象 而与妻子的一次聊天 却让他有了意外收获 妻子说在街上见到一个乞讨的男孩 那男孩说自己刚来此地不久 没有家人与朋友孤身一人 西蒙只是稍加思索 便让妻子把男孩请回家中 说自己想要帮帮他 而在当晚的饭桌上 男孩对西蒙一家感谢不已 可西蒙只是问些奇怪的问题 男孩虽觉得西蒙有些突兀 但鉴于受住于人 他还是一一回答 在确定男孩完全健康后 西蒙起身为男孩倒了一杯酒 而男孩在喝下没多酒后 就突然感到浑身乏力非常疲惫 西蒙忙直开妻子 随后西蒙就拖着男孩 亮亮呛呛进了房间 而此刻的明和正解决着另一个麻烦 儿子最近尽天上了盗窃的恶习 这让明和非常生气 可儿子面对指责却恼羞沉默 指责是父亲几年来没尽到责任 此刻他巴布的赶紧让新的父亲进门 而这句话直接激怒了明和 那可怕的改变瞬间就发生 死去的男人被摆在前台当起了大厦保安 可五天过去竟没有一个人察觉 直至这天少女的门禁卡无法使用 在向保安寻求帮助时才发现不对 他虽看上去面色红润皮肤也有弹性 但却没有半分人的生气 很快少女就报了警 保安的人体雕塑被运回了警局 众人都被眼前的这座雕塑震惊 可当女警长看到男人脚上的鞋时 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因为他突然想起了几天前明和锁目击的那起案件 他说杀手戴着一副面具 被他发现后就用枪击穿了他的手掌 可那时他们都以为是明和在醉酒后出现了幻觉 根本没人肯相信他所说的 如今看来明和当时并没有说谎 蒙面杀手真的存在 可当他们找到明和家时 妻子也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昨晚在掐伤儿子后明和仓皇地逃亡 他绝望地躲在一艘废旧的船舱 因为没有来自人肉的营养不给 他全身已经有了失变的迹象 可没多久头顶就传来一阵脚步声 好在找来的只是他的上司 无奈明和只能关了灯又戴上帽子 谎称自己感染风寒不得不这样 他生怕那张如死人般的脸被人发现 好在上司没有多问 只是有些抱歉地给他看了一段视频 几天前蒙面人把那尊人体雕塑摆在桌子前 在临走前还故意看向了监控 显然他在等着被人们发现的这一天 至此明和终于能证明自己当初没有说谎 而上司则决定由明和来亲自调查这起案件 果然看到报道后的西蒙有些得意 他回看了自己对男人生前长期监视的视频 而雕塑男人正是之前泡在福尔玛林里的那个 之后西蒙去墓园里看望了自己的母亲 显然他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 而这全都源自于他的执念 他要把那些活着永远不被人在意的人 做成艺术品摆在众人的面前 紧接着第二个人体雕塑就被发现 正是西蒙之前绑来的老太 这都源于西蒙童年时的阴影 他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讨生活 活在最底层就像被人遗忘了一般 自母亲去世之后 他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和支持下 在不被人看见的角落里 一步步向上成了出色的医生 所以他将会对那些被遗忘的人负责 可如今他却丝毫没意识到 如此病态的想法只能让他沦为一个杀人犯 而此刻他还有另一项工作在等着他 那个被他骗来的男孩 将会成为他亲手制造的第一个变异体 他把分离出来的病毒注入男孩的身体之中 接下来所需要的就只是等待 可没多久就被妻子察觉到了不对 他耿耿于怀内的男孩为何不打招呼就会离开 西蒙谎称或许是男孩并不习惯这样的环境 可妻子却小心翼翼说出他的疑惑 没错 妻子看到西蒙把男孩带进了地下室 可西蒙还是想用几句话遮掩过去 可当西蒙起身 妻子看他的眼神却是说不出的害怕 没多久明和给西蒙打去了电话 他询问研究是否有什么进展 或者一些能抑制他发作的东西 因为他感觉他的自我意识很快就要被完全吞没 可也并没什么结果 就在这时明和发现了一瓶粉底液 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便胡乱地在脸上抹了一些 竟真的遮住了那些害人的事半 下一刻 他就马不停蹄出现在停尸房 而法医刚离开 明和就打开了停尸柜 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让自己活下去 却又不太冒犯的办法 可他刚离开没多久 法医就发现了异常 感觉好了一些后的明和找到同事马克 他调查发现被害的男人总是独自一人 未曾与任何人建立联系也没有家人 几乎就是透明人一般的存在 哪怕是消失也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显然他是凶手精心挑选的对象 并很有可能把这当成了他的艺术品 可换来的只有马克的不屑 之后明和约见了妻子 他想知道自己昨晚把儿子伤到了哪般地步 好在儿子的身体并无大碍 可妻子却拿出一个账单 询问他是否生了病 今天一早他在家里发现了明和的账单 正是他第一次在医院检查时的那张 明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只能说自己并无大碍 可任谁看他都不是正常的样子 他越是隐瞒妻子就越是愤怒 随后静干脆提出 要求明和今后都不准再探望孩子 一番争执让明和突然有些不适 紧接着就感觉肚子里一阵翻涌 明和起身拼命往海边跑 几小时前从动尸身上啃下来的全都吐了出来 显然他的身体能接受的只有新鲜的营养 法医已经对那具人体雕塑做了解剖 他是被先泡进化学品中脱水 然后体内所有的液体和脂肪都被某种混合物取代 才能让他看上去新鲜饱满 可如此大费周章的目的又是什么 看到明和后的法医心理一阵 却并没有揭穿明和啃食尸体的事情 只是拿出雕塑男的衣服 衣领标上写着禁物五号 这直接印证了明和所说的 蒙面男士真的把这人看作成艺术品 而这也意味着 前面至少已有四人被他残害 而警方至今都没有发现那些受害者 就在几人讨论的间隙 凶手就又发起了挑衅 他黑掉了艺术馆的系统 电视里循环播放的雕塑男生前被监视的画面 而此刻的西蒙根本睡不着 因为他怀疑自己的秘密已经被妻子发现 而妻子却并没有立刻回答 因为他真的发现了 原来今晚趁着丈夫去上班 一直心存怀疑的玛丽偷偷拿到了地下室的钥匙 紧接着他就惊恐地发现 那个所谓的已经自行离开的男孩 早已被西蒙绑了起来 就在他靠近的那一瞬间 男孩突然惊醒过来 惊吓之中的玛丽匆匆逃出了地下室 可没多久回来的西蒙就发现钥匙被动过 他忙去地下室查看 并没发现什么问题 好在男孩并没有出卖玛丽 得到答案的西蒙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便摸起男孩的脉搏 可西蒙随即就反应过来 没有心跳才是转变的前提条件 下一秒就把男孩生生勒到没气 可钥匙的事情始终悬在心上 还是没忍住向妻子开了口 而玛丽咽下一口口水 而西蒙还想再试探 西蒙这才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的明和此刻慌张无比 女儿竟让小狗寻着味道一路找到了爸爸 明和拼命于体内疯狂地恶受对抗 大叫着让女儿赶紧离开 野兽般的吼叫吓坏了女儿 愣了几秒后才满心疑惑地转身离开 可她刚走出没多远 就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面包车栏下 卑鄙的吉诺竟对明和的女儿下了手 直到整整半晌过后 明和的妻子终于接到学校的电话 才知道女儿并未去上学 她慌慌张张来到明和的那艘船上 可刚进门 等她再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靠在了铁架上 一阵子后 明和从角落里缓缓起身 眼前的场景吓坏了贝拉 她不知道丈夫为何变成了这样 恢复神志的明和没有解释 只是缓缓解开扣子露出了胸前的伤口 随后她说出了全部的真相 可这任谁听上去都无法接受 贝拉坚信这是丈夫为掩盖生病 而编造的荒诞借口 随即便质问她把女儿藏在了何处 明和拼命压抑着心里的愤怒 干脆把手伸在妻子面前 让她摸摸自己的脉搏 贝拉这才发现 丈夫竟真的没有一丝脉搏 浑身冰凉如死人一般 而就在贝拉惊到说不出话时 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明和忙上去查看 才发现来人竟是吉诺 看着明和的样子 她满脸的嘲讽 明明可以让自己强大到无双 却非要被那可笑的良心所牵绊 而让自己沦为这番田地 随即便拿出手机 让明和看了自己绑走她女儿的照片 并以此威胁 今晚她的一传难民将会到达港口 她要明和想办法保证她户物的安全 否则她的女儿就会成为今晚的食物 而明和只能无力地贪坐下来 却也没想到从此刻开始 她与吉诺的身份即将被人们发现 一家殡仪馆报了警 他们在客户的一具棺果内 发现了另外一具被啃咬过的尸体 而这正是丧命在吉诺口下的可怜人 以往她都用这种方式让尸体神秘消失 很快他们就从监控里发现了把尸体送来的人 正是吉诺手下的小弟 警方立刻对那人展开了跟踪调查 平静下来的明和告诉了妻子女儿失踪的真相 她说自己在没出事前就一直为吉诺提供消息 通常吉诺都会给她一些报酬 可她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贪心 而是因为她有另外的一桩罪 原来几年前在一次追捕逃犯时 明和对罪犯开了枪 可子弹却穿过罪犯的身体 击中了一个无辜的小女孩 之后小女孩就成了醒过来的植物人 需要巨额的医药费维持生命 明和不得不常常接济那可怜的母女二人 而女孩的母亲为了赚钱 也不得不做起了皮肉生意 贝拉没想到丈夫心里竟藏着这么沉重的重担 但也终于明白了丈夫这几年都不顾家里的原因 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在解开彼此的心结后 明和解开妻子的手铐 她保证自己一定会把女儿安全带回来 之后明和就匆匆来到了寄馆 找到那小女孩的母亲安娜 吉诺有时也会光顾这里 明和询问她是否有什么关于吉诺的消息 而安娜已很久没有见过吉诺 可明和刚走 安娜就满怀心事地走进了房间 床上的镜正是明和的女儿 吉诺把她藏在了这里 而刚走没多远明和就发现自己遭到了跟踪 跟踪她的正是吉诺的小弟 于是明和刻意把车停在路边 向黑暗深邃的桥洞走了下去 当小弟追过来后 才发现面前的明和已然不见了踪影 可就在她四处张望时 明和悄无声息出现在她身后 可紧接着意识就全然被饥饿吞噬 小弟掏出手枪 这才让明和停了手 清醒过来的明和赶紧用滴落下来的脏水 洗掉满嘴的血迹 然后匆匆捡起小弟掉落的手机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警笛 来的竟是马克和上司 原来他们一直在追踪那个小弟的手机 却不想见到的却是明和 明和解释自己在跟踪时被发现 这才发生了打斗被他逃跑 而那逃跑的小弟没敢做任何耽搁 他匆匆返回吉诺的老巢 而吉诺在看到伤口后便明白了一切 随即他便请求吉诺帮助自己一话 可吉诺怎么可能允许世上有两个自己 下一秒便抬枪射中了男人的脑门 有所补给的明和终于恢复了一些体力 可接下来他不得不配合吉诺的要求 吉诺的货船即将到达 明和赶紧跟着马克一起去码头例行搜查 果然没多久一船难民变下了船 听到声音的马克忙轻声往前走 而当不久后马克从昏迷中醒来 却亲眼目睹了吉诺啃食难民的场景 他立即向吉诺开枪 却发现根本没任何作用 反应过来后才拼命地逃 好在他躲在了货箱的顶端 才逃过了吉诺的追杀 而紧接着他也听到了明和与吉诺的对话 可显然吉诺并没有遵守约定的意思 一瞬间愤怒充斥着明和的脑门 身体也急速一滑 可就在这时大批警察赶到 两人不得不各自逃命 隔天一早明和找到了西蒙 西蒙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昨晚的那一小口肉并没能给他太多的营养 他询问是否有什么能治愈的办法 可西蒙却有些沮丧 那个男孩在被他勒死后并没有醒来 所以此刻他根本没有可研究的对象 随后竟直接对明和敞开了脖子 眼看着明和无法自控地开了口 可下一秒他还是一把推开西蒙夺门而逃 他始终无法突破身为人类的良知底线 可西蒙的做法竟让明和萌生了一个念头 他找到了双眼看不见的父亲 父亲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笑着说自己还想看一看蓝天和大海 而明和在沉默一阵后 让父亲摸了摸自己冰凉的手 随后他说出了女儿被绑合自己所有的遭遇 以及自己此刻是一个怎样的活死人 而父亲也瞬间明白了什么 随后明和就带着父亲离开了医院 当明和与父亲再在镜头里出现时 父亲已然将自己现身为儿子的食物 直至片刻后父亲死而又生 他已成为了跟儿子一样的存在 而至此 父亲也再次看到了半辈子没看过的夕阳和大海 父子两人就这般做到了深夜 直至最后父亲又贪婪地看了一眼眼前的世界 把明和手里的枪缓缓扶到自己的太阳穴 父亲终究是用自己给了儿子希望 而这次明和必须与吉诺对抗救出女儿 而此刻的吉诺似乎又起了轨迹 他给安娜打去电话 通知他立刻给明和的女儿收拾好东西 而这次安娜终于从吉诺的语气嗅到了威胁 他赶紧给女孩穿好衣服 下一秒却立刻一起藏到了床下 他并不真的是与吉诺合流 只不过是受到了威胁 没多久门外的脚步声就由远而近 好在明和先行赶到 随即西蒙就接到了明和的电话 赶到济管的吉诺立刻就感觉到了不对 可一进门见到的却是淡定的西蒙 吉诺将成为西蒙新的研究对象 做完这一切后 明和满眼情泪出现在自家窗外 女儿已被安娜送回了家 她终于完成了对妻子的沉默 可就在这时马克却出现在他身后 他们已经找到了明和父亲的尸体 也知道了他是怎样的存在 下一刻两人就出现在了西蒙的门外 马克要知道所有的事情 明和趁机一拳把马克砸昏了回去 当马克醒来后 已被明和绑在了西蒙的地下室 一旁就是被锁起来的吉梦 可明和并没打算对马克做些什么 他静止拿出马克的手机 打开录音开始了自己最的陈述 他陈述了自己在过去对吉诺出卖信息 而以此获得了一些酬劳 他要以此澄清他的良心 随后把一个装满钱的口袋交给马克 这足以把明和送进监狱 而他唯一所求的 是希望马克能给他些时间 他想找出那个让他变成这样的蒙面凶手 随后就给马克解了绑 而马克似乎看见了明和的良心 他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出来后他告诉明和 他们已经找到了蒙面男制作的一号雕塑 是一个独自住在乡间的老太 这号老太正是让明和异化的原因 原来老太常年独居 最好的伙伴竟是一只鸵鸟 可突然某天那鸵鸟开始发狂尖叫 显然是感染了什么病毒 可老太并没舍得将他无害处理 只是把他锁在了房间里 也就在一天他喂食的时候 被发狂的鸵鸟灼伤了手 看到伤口后老太才终于下定决心 一枪送走了最心爱的伙伴 却没想到几分钟后 西蒙就悄悄出现在他身后 他被选中成为西蒙计划的第一个目标 而就在把他泡在那个大水缸里时 他体内的病毒与缸里的化学液体发生了反应 而一变出了另一种病毒 液体又从水管的缝隙里渗漏到了地上 又恰巧西蒙掉落了一枚子弹 而他捡起来就放进了弹架 在之后明和意外撞见西蒙杀人 又被西蒙把那枚子弹打进了他的胸口 才导致出现了眼前的状况 而在临别前 西蒙也告诉马克 他会尽快找到治愈的办法 可他分明只想分离出那金氏害俗的病毒 因为从明和体内分离出来的那些 并没让那个男孩一化 这说明那种病毒并不能为他所用 可此刻他发现 吉诺跟明和体内的东西一模一样 这意味着在研究也没有结果 紧接着他竟直接把胳膊伸到吉诺的面前 可吉诺只想独自当这个世界的神 又怎么可能给西蒙这样的机会 可接下来的对话 吉诺却被西蒙诱导着说出异话的过程 他说西蒙不如把分离出来的原液打进自己的体内 然后再用绳子勒死自己 有时只需要几分钟 但有时需要两三天 再活过来就能变得跟他一样了 西蒙一瞬间明白过来 那个男孩的实验并没有失败 只是自己没等够时间就把他做成了雕塑 下一秒西蒙就拿着原液出了门 没多久他就来到一个老头的家中 他要让老头成为新的实验对象 却没想到竟突然有人造访 无奈他只能先放弃了计划 可等他回家后 却发现笼子已被打开 吉诺也不见踪影 地上躺着被啃咬过的妻子 原来就在西蒙离开没多久后 玛丽又偷偷跑进了地下室 他以为吉诺又是丈夫为了那恶心的实验而绑来的无辜之人 便找到钥匙打开了铁笼的锁 却不想下一秒就成了吉诺的失误 就在这时吉诺出现在西蒙身后 他把那管原液直接扔进了嘴里 紧接着就要对西蒙下口 西蒙赶紧掏出了手枪 没带头盔的吉诺这才把腿就跑 没多久明和赶来 妻子的丧生让西蒙又痛又恨 随即心里也蒙生出一个更狠的计划 他重新提取了明和的样本 说这次自己一定会尽快找到治愈的办法 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天 到了晚上安娜就又接到了吉诺的电话 可电话里却是女儿的声音 一瞬间安娜就慌了 甚至没反应过来只有眼睛能动的女儿怎么开口说了话 吉诺要求安娜带着明和来见面 不允许带任何其他的人 隔天一早两人如约赶到了港口 才发现这个大仓库竟是吉诺观食物的老巢 而安娜的女儿就在一个铁笼子里 疯狂地撕咬着地上的男人 安娜与明和忙进去查看 直到反应过来才发现中了吉诺的圈套 吉诺把两人与已经异化的安娜女儿锁在了一起 很容易想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没几秒 安娜的女儿就又变得疯狂 冲着安娜就扑了过去 好在被明和一把抓住 而就在这时 一大批警察踹门而入 没错 明和才不会傻到真的独自前来 吉诺这才惊慌地从顶部钻了出去 可作恶多端的吉诺早已无处可逃 猛烈的火力攻势之下 吉诺倒在了地上 头上的头盔也顺势从脑袋脱落 而他还想起身继续挣扎 至此这一大鳄彻底陨灭 几分钟后西蒙的门被敲响 明和带来了安娜的女儿 希望她能有治愈的办法 可西蒙根本没研制什么抑制剂 只有从明和的新样本里分离的病毒 随后她开始记录 而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之中 却只等来了蒙好面的西蒙 西蒙硬生倒下 而当明和掀开面具看清西蒙的脸后 当场愣在了那里 她丝毫没察觉西蒙那诡异的笑 就在这时安娜走了过来 在明和无奈地摇了摇头后 安娜绝望地走向女儿 随后就是两声枪响 结束了女儿与自己无尽的黑暗 两天过去之后 明和约马克来到一处无人的矿野 既然没有治愈的办法 那她也绝不能留下来做了 她要马克监督自己了结 而就在马克举枪的那一刻 一个停尸柜里发出了敲击声 法医撞着胆子打开 里边竟是睁着眼睛的西蒙 她竟也完成了一话 法医看着面前的一泪一脸兴奋 而也就在这一刻 明和也瞬间亦能觉醒